自从德云社被扣上三俗的帽子之后 德云社三俗就被人老生常谈 如今已经十几年过去了 德云社也早已脱离了三俗 如今的德云社可以说是一片繁荣的景色 不但没有三俗 而且什么事情都走在前面 近日郭麒麟更是成为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传承公益大使 为德云社增光天才 12月15日中国儿艺会传承基金会发布一则通告 表示郭麒麟被聘为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传承公益大使 与此同时 儿艺会希望广大网友能够和郭麒麟一起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红色文化的忠实传承者 汲取中国智慧 弘扬中国精神 讲好中国故事 郭麒麟也回复到要讲好中国故事 最近一段时间 德云社的演员都在为德云社增光天才 郭麒麟成为传承公益大使 张云雷前段时间被邀请成为了天津飞移故事的讲述者 而孟赫棠则被中国航天邀请 以航天精神文化传播大使的身份 参加中国航天举办的公益活动 用声音传递航天温度 用朗读传播航天梦想 这么多的德云社演员得到官方的认可 足可以说明德云社如今的地位 也认可了德云社 至于为什么邀请这几位德云社演员参加 网友们也总结了以下三点 第一点 这几位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都是传统艺术的传承者 他们对传统艺术 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了解 郭麒麟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 就可以看出来 对于传统文化知识 有着丰富的储备 虽然只有初中毕业 但是文化储备方面 是无人能及的 就像郭德刚说的那样 你可以没有文凭 但是不能没有文化 张云雷的京韵大鼓 更是新手拈来 也是德云鼓曲社的中间力量 第二点 德云社的这几位 可以说相当于一线的明星 有着一定的粉丝基础 弘扬传统文化 讲述飞翼故事 传播航天梦想 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更多的人能为工艺事业 做出贡献 而有一定粉丝基础的 德云社演员 本身也从事着传统工作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第三点 就是德云社的演员 非常纯粹 非常干净的艺人 要知道 如今的娱乐圈 可以说是鱼龙混杂 今天帮着宣传 明天就有可能删文 还有就是 德云社演员的教养 德云社的教养 可以说得到了很多粉丝的认可 也已经成为 德云社的不成文的规矩 这些规矩 并不是交出来的 这些规矩 就是大家觉得 长辈 诗歌等做得好 在生活中 潜移默化 一点点传承下来的 也就是这些传承 让德云社的演员 非常的有教养 有素质 当然 除了这些 德云社的演员们身上 还有许多优点 他们的优秀 并不止这些 如今德云社的火爆 也带动了许多粉丝 喜欢传统的东西 无论是京剧 还是古曲 只要是德云社演员的演出 就会有粉丝去看 张玉雷成功的 把德云社女孩 从酒吧带到了小剧场 德云女孩们 也经常会发一些 学习快板的视频 如果如今谁在说 德云社三俗 怕是谁也不会相信 毕竟 如今德云社 为取义传承方面 做的贡献 无人能及 不许多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